大家好,我是亚欣,欢迎收看本期的艺术史。 我们常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,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就必须要和人相处, 那么这个相处之道,值得我们好好地探究。 今天我们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处事的原则,趋则权。 早在先秦时期,道家的思想就提出了趋则权的思想。 趋的意思是减少阻力,要求我们做人做事都要讲究外源, 内方找到一个合适的度,宰相楼诗德是武则天时期一个很重要的臣子, 他在政治跟军事上都有很大的贡献,后来他的弟弟被任命为戴州刺史。 临走的时候,楼诗德就问他的弟弟说, 在我们现在的家里出了一个宰相,一个刺史,恩宠实在是太胜了, 这是最招人嫉妒的,你认为应该怎么避免这种冲突呢? 弟弟回答说,从今以后,如果有人看我不惯,朝我吐口水的话, 我就自己擦干,不会给你惹麻烦。 楼诗德听到弟弟回答之后呢,反而更加担心了, 说到,别人朝你吐口水,是在生你的气, 你如果不理会自己擦掉了,那么岂不是让那些人更加的生气, 就会想办法搞垮你,你应该笑着接受。 这样呢,不仅能够体现你的德行,还不会跟人起冲突。 楼诗德的处事方法是对的,在外圆融,在内刚正, 这是一种大智慧跟大容忍的表现。 正如南淮锦在《庄子南华》中讲到, 为人处事呢,要讲究艺术,说话要委婉, 才能够更容易达到目标。 处事要圆润,才能够泰然处之。 所以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趋则权呢,实际上也是一种方圆之道。 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,经常会有这么一种人, 我们叫他们杠精。 这一类人啊,不论是在说话还是在出事中, 都太过于直来直去了, 甚至可以说是不懂得人情事故。 那么这一类人在社会上很不受欢迎, 你越是不理会他们,他们就越是生气, 你理会他们呢,他们就越猖狂。 应对这类人最好的办法就是笑着面对, 并且把自己的事情做好, 让自己变得强大,让他们没有话可说。 因为只有自己强大了, 再大的阻力也会化成动力, 才会有圆满的人生。 好了,我们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, 如果你对我们的视频内容感兴趣, 也欢迎私信交流。 下期再见。